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八雅居 那一道道笔疑的目光 让风夕更是无地自容 可与自己的小命比较起来 颜面又算得了什么 他不断地哀求着 让姚卓将空间界取下来 69位夫人 少宗主真是好艳福 让人羡慕羡慕 杨凯冷声说道 可那眼中却是半点羡慕之意都没有 有的只是浓浓地嘲弄 少宗主放心好了 你若是死在这里 你那69位夫人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的 本少体力很好 必不会让他们守着空归的 安若云脸色一红 催道 呸 这位小少爷 说话口没遮拦 紫羽也是表情怪异地瞪了杨凯一眼 眼白都翻出来了 一听杨凯竟把主意打到了自己 那69位夫人头上 风吸眼珠子都红了 不管不顾地朝姚卓伸出手 一把将她的空间界给扯了下来 姚卓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风吸的表现 而幸亏一冷了 所以没有半点反抗 被风吸轻而易举地取下了戒指 风吸将那戒指抛给杨凯 眼巴巴地望着她 急急说道 戒指给你 这下总可以让我们走了吧 杨凯伸手接过 黑黑冷笑不迭 望着风吸的目光充满了戏谑 风吸心中一个咯噔 心想这人该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顺着她的目光 风吸又瞧了瞧自己手上的戒指 一狠心咬牙将自己的空间界也取了下来 好想扬开道 这个也给你 饶过我 少宗主如此盛情 这怎么好意思呢 杨凯连忙将她的空间界也借了过来 看都没看 直接塞进了兜里 话锋一转 冷哼道 哼 本少先前说了 只要贵宗副宗主的空间界便放过而等 可少宗主如今平白无故地 硬塞给我第二枚戒指 这不是要陷害本少于不仁不义吗 啊 风吸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怎么也没有想到 杨凯会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来 冰心谷众女也都是表情怪异到了极点 一个个晃着杨凯的目光复杂至极 今日这个青年的表现实在是刷新了 他们对道德底线的认知程度 在遇到杨凯之前 他们还从未想过这天下竟然有人能这么无耻 也不知道风吸是不是脑袋瓜子忽然开了窍 见杨凯这般脸色不慎 联盟说道 兄台误会了 我那枚空间剑仅仅是封某送给你的 并不在先前的条件之内 兄台气欲轩昂 形势不凡 来日必成大气 封某只是 只是想与你交个朋友 杨凯大笑道 哈哈哈哈 少宗主出手这般阔绰 这个朋友就得 就得 风吸嘴角抽搐不已 善笑道 那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杨凯咪言道 少宗主还想留下来吃早饭吗 不打不打 风吸文言如蒙大射 连忙站起身来 将姚卓拖拽起来 跌跌撞撞地朝冰心谷外持去 而自从被风吸硬生生地 夺取自己的空间界之后 姚卓就仿佛是了魂魄一样 整个人双目无神 似乎为风吸的表现感到绝望 此刻被拖拽走 也是半点反抗也没有 少亲 姚卓和风吸两人便不见了踪影 直到此刻 冰心谷众女才不由自主地 呼出了一口气 心前杨开手持祖师令 号令他们击杀汶行宗那两人 他们还真是暗暗捏了把汗 唯恐真的把事情给闹僵了 好在杨开最后 虽然打劫了两枚空间界 但事情还不算无法收场 最起码风吸和姚卓没有性命之忧 这位小少爷 我师父他如今在哪里 安若云直到这一时才有功夫问自己关心的事情 扬开扭头看了他一眼说道 安前辈请放心 冰云前辈现在很安全 只是这几日不太方便见你们 不方便 孙云秀闻言 戴霉一咒 急急道 为什么不方便 杨开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不方便就是不方便 没有为什么 孙云秀被他噎了一下 若是按他的脾气早就爆发了 可杨开是师父派来的人 又手持着祖师令 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长孙迎道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师父 杨开想了一会儿说道 两三日功夫吧 你们等着就是 顿了一下 他转头看向孙云秀 冷笑一声道 希望大长老见到冰云前辈之后 能将子羽的婚事解释清楚 孙云秀神色一暗 不过还是沉声道 师父要打要罚 我一力承担 与其他姐妹没有关系 杨开吃笑一声 虽然孙云秀刚才的表现还算不错 就算是被自己给扇了一巴掌 也没有记仇的意思 但就凭着他做主答应了辞语 驾驭风吸之事 他也少不了一顿责法 将自己门下最优秀的弟子 推进问行踪 那个大火坑 他这个大长老也做到头了 只是这毕竟是人家的门内事 杨开就算愤慨也不好多说什么 安若云却是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一脸担忧地望着杨开道 小少爷一直说 师父他不方便 又说两三日功夫 难不成 师父他受伤了 此刻正在疗伤 听他这么一说 众女齐齐变了脸色 当年冰云离开冰心谷的时候 就已是帝尊三层镜的修为 三千年过去了 冰云的实力肯定愈发雄混 即便放眼整个星际 也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可这样的强者怎会受伤呢 普天之下 又有几人能让他受伤 阎开诧异地瞧了一眼安若云 有些意外他的慧智蓝心 可他也什么都没说 安若云竟能猜到这一点 显然心思玲珑 这里都是冰心谷的高层 有许多人更是冰云的清传弟子 所以阎开也没有再隐瞒下去 而是正色汉受到 安前辈说得不错 冰云前辈确实受伤了 耍得一下 冰心谷众女脸色全都苍白起来 阎开连忙道 不过诸位放心 冰云前辈伤势不算严重 此刻便在冰伦城疗伤 两三日之后便可恢复如初 师父在冰伦城 安若云惊呼一声 长孙颖也激动道 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见师父 阎开皱眉道 冰云前辈正在聊声 你们现在过去打扰 不太好吧 安若云道 我们不会打扰师父的 我们只求离师父近一些 小少爷 求求你了 他一个弟尊两层警 此刻表现得 就像是守家无数年的孩子 听到了父母归来的消息一样 又是激动 又是期盼 其他人也去都是 言巴巴的望着阎开 满脸的恳求之色 阎开背着一双双美眸 盯得有些受不了 只能说道 好吧好吧 我带你们去见冰云前辈 多谢了 多谢了 众女全都面色一松 欣喜若狂 灯下 安若云吩咐古内弟子 将冰星古的禁制大阵 全部开启 让众弟子守护好宗门 这才与阳开一道 朝冰轮城飞去 十几个人 独独阳开一个男子 场面浩浩荡荡 而且除了阳开和紫语之外 其他人清一色的帝尊敬 这样一股力量行走之时 自然免不得引人瞩目 来到冰轮城城门前 那守城的屋者正准备上前盘问一二 可一见到阳开身后的帝尊敬门 顿时惊地退到一旁 连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 冰轮城本就是冰星古的机翼 这城内许多店铺 都是冰星古弟子负责经营的 所以安若云等人一进城内 不断地有冰星古弟子 从两旁的店铺内飞窜出来 恭敬行礼 这一折腾 不小片刻时间 整个冰轮城的人 都知道冰星古高层寝朝出动 也不知道来城内做什么 那冰星古扶持起来的傀儡城主 更是满头大汉的 跑来问好 战战兢兢 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导致冰星古高层们 前来责罚自己了 可安若云等人 只是与他打了个招呼 便没再理会他 让这傀儡城主 又是心酸又是庆幸 护某见过安谷主 孙大长老和诸位长老 恭贺冰星古与问经宗 喜结伦理 真是可喜可贺 普天同庆啊 一人忽然从一旁飞升而来 落到冰星古众人面前 笑眯眯的一抱拳 这人是个中年男子打扮 有着帝尊一层镜的修为 看样子也是出身北域 哪个宗门的实权人物 瞧他这样子 显然是来此 等候那大喜之日 去冰星古贺喜的 这时啊 应该是听说 安若云等人来到了冰伦城 所以主动来问个好 安若云顿了下步伐 还没来得及回答 这四面八方忽然窜出来一个又一个帝尊镜 都如这护姓男子一样 道喜不断 安若云无疑是认得这些人 简单的寒暄了几句 那第一个现身的护姓男子 带他寒暄完之后 这才狐疑的 安谷主 怎么有闲情雅致 来这冰伦城了 冰伦城虽说是冰星古的产业 也是冰星古 与外界交流的中转站 但冰星古高层一般情况下 不会现身在这里的 更不要说一下来了十几个 众人都隐隐觉得有些不太对性 平白一种风云将起的错觉生出 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一样 我们有点事 诸位自便吧 孙云秀冷着一张脸 毫无感情地回答 另外 我冰星古弟子子语 与问亲宗少宗主 风夕的婚事 从今日开始作罢 诸位不必待在这里了 从哪里来 便回哪里去吧 孙师妹话语直接了些 诸位见谅 老你们不远万里跑来一趟 是冰星古招待不周了 安若云温婉一笑 这才带着众人 炒城内行去 留下一群帝尊敬 在原地目瞪口呆 好一会儿功夫 待安若云等人消失不见之后 这才有人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 吞了口口水 胡远兄 我刚才没听错吧 那安国主和孙长老是不是说 婚事作罢了 我也听到了 坏了坏了 这下坏了 冰星骨这群女人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 叫护远的男子也是一脸冷汗 紧张得不行 一人道 哎呀 不知道这婚事作罢是冰星骨单方面的意思 还是与问情宗达成了共识 若是单方面的意思 众人全都表情一尘 陡然意识到了不妙 如果是冰星骨单方面的意思 问情宗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 问情宗弟子修炼问情无上功 以情入道 被他们看上的女子 绝不会轻易放弃的 更不要说这次关系到的 可是问情宗少宗主风希 以在下卓界 问情宗方面应该是不会放弃这今世的 既然问情宗不会轻易放弃 那换句话说 岂不是冰星骨言而无信了 听闻问情宗父宗主和少宗主都在冰星骨内 此刻为何不见人影啊 然于日来风满楼啊 这北域恐怕要变天了 周兄这话说笑了吧 冰星骨虽然实力不俗 但如何能与问情宗抗衡 整个北域都知道 冰星骨这顶尖宗门的名头 已经是名不复实了 问情宗真要问责下来 冰星骨必定无法抵挡 我听说大戏当日 问情宗宗主风玄大人会亲自来冰星骨的 算算时间也就是明日了 他若是知道冰星骨这边拒绝了亲事 七八位帝尊敬 七嘴八舌 有些弄不明白情况 众人也只知道一点 冰星骨这次麻烦大了 也不知道这群女人哪来的胆子 竟敢在这个结果眼上毁昏 这不是当着整个北域打问情宗的脸吗 风雪如何会善罢甘休 护远兄 我们要不要去劝一劝安谷主他们 我记得你的夫人是出自冰星骨的 这冰星骨真要是出事了 你画一宗也不能置身事外呀 护远闻吟 面色微变 沉饮了一阵 急忙朝安若云等人离开的方向持续 看那样子是想要去劝解一二了 其他弟尊敬面面相聚一分 也都急忙跟了上去 他们虽然是来贺喜的 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他们也很想知道 冰星骨到底出了什么变故 竟有胆子跟棍情宗悔婚 少亲 一群人来到了冰轮城某个客栈前锋 只见那客栈前 安若云等人静静地站在那里 十几个弟尊敬神情肃穆 一言不发 只是望着某个方向 表情虔诚而又激动 方圆百丈范围内 了无人引 所有不相干的人都退得远冤的 朝这边瞩目观望 护远飞升而来 急急上前 郑宇开口说话 却见安若云身子一矮 忽然跪了下去 紧接着他的动作 众多冰心骨地增进 齐齐跪倒在地 护远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一下子正在原地傻傻地望着 不知道安若云等人这是搞什么名堂 其他七二连三赶到这里的强者们 也都是目瞪口呆 内心深处震撼得无以复强 胡 胡兄 这是怎么 怎么回事啊 有人凑到护远身边 低声问道 护远也是脑袋发蒙 文言摇头不断 不知道啊 我来这里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了 那客栈内到底住了何方神圣啊 竟能让安谷主和孙长老他们行如此大力 冰心骨这群人中 安若云和孙云秀都是帝尊两层镜的修为 除去一个道远三层镜的弟子之外 其他人也都是帝尊一层镜 这样一股力量堪称恐怖 可他们偏偏跪在这大街之上 在那客栈门前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 没有丝毫心理负担 反而一副理所当人的样子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无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这张金鸽铁马 谁祝福真有算得到吗